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出席活动变玉女。 现场生涂曝光,皮肤白到发光灵气十足。 9月24日,杨子出席某品牌化妆品线下活动, 虽然是炎炎夏日,但是这天的杨子貌似穿得很是保守呢? 比如,一件西装式的外套直达膝盖下面,粉美的颜色, 衬托她今天更加温柔甜美了, 现场有网友爆出自己手机拍下的杨子生涂。 看看网友镜头中的她,皮肤是不是白到发光, 都离镜头这么近了,皮肤看起来依然很紧致又水美。 现场看来,杨子确实是瘦了,变瘦后的她腿是变细了不少, 但是最气人的就是,但是身材不丝毫没有变小, 以至于现在看来,身材比以前更时尚了呢? 姐姐本人确实很nice,现场她和朋友粉丝互动很开心, 到了宣传产品的环节呢,她也毫不吝啬, 很是夸奖手中的美肤产品,鼓动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哈哈,杨子有这么强的推销能力,真是把金主乐坏了。 小八发现,现在的杨子,下巴处是越来越时尚了, 变瘦后,小八是变尖了不少,但依然是有肉呼呼的感觉, 不仅让人感叹,这小女子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据悉,杨子的身高是168,这样的身高在娱乐圈中或许并不出出众, 但是站在人群在,杨子果然还是很挺拔的, 凭借身高和美貌,一眼就被认出,看习惯了电视上的大大咧咧, 没想到私下的她居然这么淑女呢? 看来,自然美女果然是魅者无将啊, 整个人显得非常干恋有灵气, 那么对于这组生徒,你给打几分呢? 《长相思》电视剧官宣,杨子男装出镜, 邓魏的身高赢在起跑线上。 同华的《长相思》终于官宣了, 作为腾讯又一部S家的古装剧,让人喜忧参半。 所谓S家投资多,但前面几部的S家, 却没有让人看到该有的质量, 希望《长相思》可以靠普典。 今天这部剧也终于开机,同时官方也官宣了。 官宣阵容。 领先主演第一位是杨子, 这个不用怀疑,他一番要抗拒。 也是因为有杨子的女主, 这部剧才备受瞩目。 第二行的领先主演里, 张婉逸饰演了《枪玄排在第一》, 然后是邓魏饰演的《屠山景》。 《白月光男神香柳游谭剑刺》饰演, 额外标明了特别主演。 张婉逸饰演的《枪玄》, 也就是原著里的专须。 主要走事业线, 是作者定的男主。 邓魏饰演的《屠山景》, 虽然人设最不出彩, 但是女主的官配。 邓魏和杨子这对的组合, 看起来很养眼, 估计可以圈一波CP粉。 众人合照这里, 邓魏183的身高, 赢在了起跑线上。 谈见次饰演的香柳, 人气高人设好, 但戏份可能不是很多。 杨子。 杨子这次开机的发型是男装, 是文小六时候的造型。 戴了个帽子, 杨子的状态很不错, 脸是真的小啊。 比前面的糊涂路透好看多了, 应该还是因为衣服的原因。 杨子在自己其他的剧里, 也有过男装造型, 期待长相思的文小六。 张婉毅。 枪旋也就是原著的专虚, 由张婉毅饰演。 他本人一正一邪的气质, 也的确符合这种事业型的男主。 张婉毅的古装角色不多, 目前好像就一个曹王。 都被剪刀手们剪出了花, 等枪旋出来后, 曹王可以歇歇了。 邓魏。 原本以为邓魏饰演的是香柳, 因为他的颜值气质真的很符合香柳, 没想到演了涂山景。 涂山景温文尔雅,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邓魏183的身高, 在这部剧的主演里, 这是赢在了起跑线上啊。 和旁边的杨子, 萌萌的身高差很赞。 谭剑刺。 香柳的人气之高, 在古炎男神排行榜上, 都经常上榜。 他一生的挚爱就是小妖, 为他默默付出了很多。 外表俊美妖艺, 风采灼然。 路透里看到了谭剑刺的白发造型, 假发的质量还行, 但距离理想中的香柳, 好像还差了点感觉。 目前这部剧的造型师还没官宣, 请得主演古装造型都不错, 希望造型师也可以靠谱点。 最好是多花点钱请黄威, 给主演们做多一点精致高级的装造。 杨子新剧《长相思》的三个男主, 签约的时候是糊糊, 这两年才飞升。 杨子的古装一直以来几乎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粉丝们已经迫不及待, 要看杨子的新古装剧了, 纷纷喊话,快拍, 拍完了快播, 要看小妖和香柳的单独剪辑《长相思》里有三个男主演, 先来看看故事的大概。 这《长相思》的原著和编剧是童华, 曾经出过多部优秀的影视作品, 比如《步步惊心》、 云中歌等, 有这样的金牌编剧作阵, 相信剧集一定也是非常精彩的。 三位男主演是张婉毅, 谭剑刺和邓魏。 签约的时候基本环都是小透明, 但是这两年纷纷都火了起来。 张婉毅在2016年参演了首部电视剧, 这几年也演了几部电视剧, 但是一直都没有大火, 直到2022年的《乔家大院》播出, 关注度才真正地提升。 张婉毅演技毋庸置疑, 相信和杨子合作常相思, 能带来不错的视觉体验。 谭剑刺的长相非常清秀, 2010年EMIC男团出道, 一直离大火都欠把火候。 曾出演过2022年播出的, 《并编不是海棠红》, 在里面饰演的陈润香, 就给观众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演技非常好, 现在更是凭借《猎罪图鉴大火》, 跳女团舞的视频也火出圈。 第三位邓魏, 她的古装是非常出彩的, 这两年的关注度骤然提升, 而且还出演了罗云熙, 白鹿主演的《长岳晋明》, 靠着俊美的古装扮相出圈。 杨子和这三位演员合作, 加上原著童华, 无论是关注度还是演技都是令人放心的。 杨子新剧开机, 张婉义、邓魏领衔主演, 谭剑次特别出演。 2022年5月28日, 电视剧《长相思》官宣在恒店开机。 这是一部由杨子、张婉义、 邓魏、戴露娃、 王洪义领衔主演, 谭剑次特别主演的古装神话剧。 然而其实这并不是杨子的第一部古装神话剧, 杨子出演过多部古装神话剧, 如《沉香如蟹》、 《香蜜沉沉浸如霜》、 《天机之白蛇传说》、 《青云之日》等, 每一部都快智人口, 深受观众的喜爱。 即将播出的《沉香如蟹》, 虽然之出了预告版, 已深受广大网友的追捧, 希望可以尽快播出。 92年出生的杨子算得上是老演员了, 至今出道已23年, 参演了50多部影视剧。 更值得一提的是, 好多演员都是看杨子家有儿女长大的, 主要讲述了杨子饰演的 《沿淡与成义饰演的应冤君之间的爱情纠葛故事》, 讲述了《仙花神之女紧密与天地之子》, 旭奉三世轮回的《安怨痴缠》, 守望千年之恋的故事, 只是可惜了石家庄之光。 讲述了少年们一道, 帮助良善, 斩妖除恶, 一路成长的故事。 这次又是一部《古装神话剧》, 非常期待杨子给带来的惊喜。 剧中杨子的造型是男装造型, 真心觉得非常好看, 祝开机大吉。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